当迷你铁块去稀有 终于挖了一杯包的铁矿 可以合成铁块建一个房子了 喂喂喂 什么家庭啊 你还用铁矿建房子 你这也太不张浪费了吧 啊 用铁块建房子有什么稀奇的 又不是由迷你币买的 迷你币是什么垃圾 我身上没有一万 也有个一线 这个铁矿根本没法比好不好 我去 你竟然说迷你币是垃圾 哦 我知道了 你这是故意超负我穷 还帅富的 走开走开 别搭了我建房子了 家人们谁懂啊 为什么人和人的差距这么大 有钱人都有铁块建房 而我只有几万迷你币 我不想活了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大姐 不至于吧 不就是有铁块建个房子吗 他不留 我把这个房子送给你不就好了 真的吗 大爷 小女子无以为报只能以 去你啊 我就知道 你是掺我的身子 找的借口 我那条个是美食生最帅的帅哥 追我的人 都在从这里拍到法国 你放去吧 蛤 蛤 你生机病吧你 你猜生机病 你猜猜的生机病 你 算了 看在你送我铁块豪宅的份上 我原谅你了 什么豪宅 就这也得算豪宅 你没事吧 算了 肚子饿了 去抓牛来烤吧 牛的攻击力有点高 先合成一套 逆银套状 再做一个铁剑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不要过来 不好去 不是吧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只要用铁剑打动物 这铁剑和蜜桃装 要是用了多浪费啊 你才脑子有问题 不就是把铁剑嘛 用完再做不就好了 原来你就是趁自己说的富豪啊 土豪爸爸 求求你用铁剑打我吧 蛤 我没听错吧 今天有人提这么不要脸的要求 土豪爸爸 快打我吧 不要因为我是美女而联系我 好 那我就满足你 哦耶 我绝对铁剑打了 这辈子愿望算是完成了 不是吧 这就是你的愿望 我真该使啊 算了 看着我打你的分伤 这把铁剑和蜜蜜蜗甲 我就送给你了 真的吗 谢谢土豪爸爸 有了这把铁剑和蜗甲 以后我就是村子里的生啊 不是吧 这边穿的性这么强嘛 这么快就出现了橄榄蜜 一把铁剑一套灰甲 就膨胀成这样 算了 不管了 把蜜蜜蜜打猎吧 生了生了过大肚子 还是再合成一个银锅 煮着吃吧 不是吧 大哥 你也太奢侈迷了嘛 吃饭居然用命运锅煮 简直就是奢侈啊 这不是很正常吗 不用锅怎么吃熟蛇啊 不正常 太不正常了 熟食 那种高端食物 我们这辈子都不敢想啊 既然你这么想吃 叫我一声大帅哥 我就给你 不要说大帅哥了 你就算让我叫爷爷我也愿意 爷爷 我可太好了 一不小心就多了一个孙子 孙子来 这楼赏给你了 谢谢爷爷 谢谢你了 这口锅也可不可以赏给我 拿去吧 拿去吧 太好了 有了这口铁锅 以后我就是村子里的厨神了 太意外了 太开心了 真的 为什么你们这里 所有人都对铁锅的东西 特别感兴趣啊 因为人类乱砍乱罚 导致全球变暖 整个世界都长不出树木和小石子 所以在整个世界 铁锅是最值得的东西 原来是这样 那我背包里这些铁矿 岂不是发财了 嘿嘿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拍卖了拍卖了 铁锅豪宅 几块价 一万个米尼币 我出十万米尼币 这可是铁锅豪宅 我出一百万米尼币 我去一百万米尼币 我背包里还有这么多铁块 只要多建计个铁锅 那我岂不是迷你走路了 到时候 我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这也太爽了吧 哈哈哈